国内新增以利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对象是中部一名50多岁 独自在台工作的美籍男性 已是遭到已离境的有人感染 指挥中心指出 美籍病患曾在2月24号 接待4名美籍友人 并在2月27号 3月4号及7号 陆续出现未寒 咳嗽等情形 指挥中心依据案50发病前 铺路时点判 遭美国有人感染的可能性较高 那按50在2月24日接待的4名 美国有人为两对夫妻 其中一对夫妻有一人 于2月24日出现冷战 咳嗽 疲倦的症状 另一人于2月26日离境后也出现症状 那且该对夫妻在美国的家人 于3月10号确诊武汉肺炎 另外一对夫妻一有一人 于2月26日离境后出现呼吸道的症状 那依据整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情况 那我们研判他是遭受到美国有人的感染的可能性 相对的高 他的友人他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啦 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也不可能会筛紧的出来 指挥中心表示 针对暗5时已掌握64名接触者 且后续将进一步调查 4名美国有人在台其他时间的活动轨迹 陈子中进一步提到 不排除升级美国旅游疫情建议 初步规划以分州分区管理 至于第二批武汉车角反台民众指挥中心表示 检验结果都呈现阴性 另外针对口罩预购付款事情 指挥中心提醒 近日有出现口罩相关付款诈骗电话 呼吁民众多加留意不要受骗 远时新闻 虎顺物流台北市采访报导